大家好 我是小林点赞订阅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出大事了 香港金融中心 这真的是彻底玩犊子了 一次性 一次性 59家企业停牌 集体停牌 什么原因 那就是都交不出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都交不出来 什么情况 公司赚钱了还是赔钱了 个个都搞不清楚 59家企业一次性停牌 这破天荒的 港股究竟是什么情况 我们一起来求求看看 分析分析 而其中 最难看 停牌最多的行业 就是什么 房地产 这个影响相当巨大 你要知道这个房地产要是不行了 这中国地方财政这卖低 这怎么搞啊 公务员的财务员 我们昨天晚上说了 是不是 那个房地产究竟是什么情况 所谓小阳村有出现吗 看来呀 不然怎么一出现呢 股价天天往下走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里面啊 港股的巨头啊 亚居乐地产公布了最新的年报啊 这个2022年啊 房地产行业相当艰难的一年啊 这个亚居乐也是经历了自己的至暗时刻啊 现在才是至暗时刻呢 还没走出来呢 不要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啊 笑我阳村 他跟最差的时候比 那个跌跌跌的归林啊 那个回回升了一点点 他只给你报喜不报仇 跟你跟你说回升了一点点 现在香港楼市也是这样的 亚居乐啊 最新年报显示 2022年啊 营业额较去年下降约26% 一点比一点低啊 营业额就上下540个亿了 其中核心谋利润啊 就是就是这个这个金银信他 他是号称啊 还有10.01个亿 但算上人工要发工资 你不能只算这个房子进进出出 你不发工资啊 不用运营啊 不用交税啊 是不是啊 所以把这些刨去 真正的集团是净亏损 公司股东应战净亏损是133.73个亿 和149.81个亿 总的来讲 那就是亏了差不多150个亿啊 自上市以来啊 首次啊 那亚居乐以前都做得很稳的 在珠三角地区开发了很多楼盘 都是以优质 这个这个不错啊 搞搞得不错 这个就是很多楼盘啊 这个这个品质都是走走的高端路线啊 首次迎来亏损啊 你看踩坑里面去了啊 所以开发大陆市场啊 这个没那么好搞 很多人最后都赔一赔一个赔个底朝天啊 不仅如此啊 这个亚居乐2021年啊 这个确认销售面积啊 由从这个420万平方米啊 下降22.4% 反正这个随他算吧 反正就下降啊 下降22.4%到331万平方米啊 确认平均成本啊 这个有从这个2021年的每平方米成本还在上升 你看成本上升到每平方 10104元啊 成本在上升啊 这个销售在下降 难怪亏的一大糊涂啊 上升17.8% 成本没少啊 这是21年啊 22年上升到一万二了 一万二啊 也就是什么卖地啊 地方政府的盘剥 这个这是个恶性循环 这因为的卖地少了 地方政府各种盘剥 越盘剥越多啊 这个出来的这个成本啊 越高了啊 今天什么什么 这个城管给你开个单啊 明天的消防来检查检查啊 看看这里不对 那里不对啊 那个最终啊 这个导致亚居乐的物业发展的确定销售收入啊 也是从2021年的下降啊 下降35.9%啊 到2022年的374.26亿啊 还是很大 你看大新集团做几百个亿生意了 人家亚居乐都不行了 啊 我说的万科不行了啊 这万科很诡异啊 这两天港股跟A股完全相反 A股强行护盘啊 你看港股都跌的不行了 啊 A股强行拉起来 这这很有意思啊 就A股 不守武德不守武德 A股随便乱来啊 亚居乐管理层认为亏损的主要原因啊 是房地产行情不讲武德啊 这个行地行情不利啊 新冠病毒持续影响削肉了买家的信心 现在就有信心了吗 是吧 导致交付规模下降啊 整体销售面积平均售价在下降 那成本在上升 嘿嘿 哎呀 真是够呛啊 生意难做啊 当这个行业下行期的时候啊 亚居乐的这个债务也是出现问题 这个债务仍然高达啊 这个截至12月30日后啊 亚居乐总借贷啊 仍然是高达160个亿 你看160个亿啊 对吧 这个所以这个亚居乐的藏债之路 也是并不顺利啊 相关媒体报道 早在2020年8月3日上海票交所披露了 截至7月31日票据持续预期的企业名单里面啊 其中亚居乐集团15家地产开发子公司上班啊 也就底下15家子公司都是违约的 持续违约啊 持续预期啊 这个票据啊 雅居乐 你看这个什么 哎呀 这个这个三十五又要搞定 雅居乐的搞不定啊 碧桂园都对一三烧啊 万科的融资还是搞不定啊 而这个仅票交所披露的九个项目啊 九个项目里面 累计预期金额就高达什么 一个亿啊 1.095亿元啊 预期余额超过一个亿 就一个亿还不钱 现在现在没钱啊 现在先弄了呢 预期就预期 啊 这个躺平啊 躺平了啊 即使雅居乐表示自己度过了常债的高峰期 但事实上 亚居乐的常债压力依然存在 呃 这个数据显示截至二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号 亚居乐的净负债比率 嗯 五十七点三的不高啊 啊 较二零二一年就还上升了百分之六点五啊 你看负债率在往上走啊 资产负债率从二零二一年的百分之七十二啊 约啊上升至百二零二年的百分之七十七往上走百分之五啊 负债率往上走 那就没改善了 怎么过高峰期 我都不明白 这结论怎么来了啊 啊 所以公布出来的联邦啊 负债率还在往上走啊 那据财报显示啊 呃 一里未来一年之内啊 亚居乐仍然需要偿还贷款 你猜猜多少 两百个亿啊 两百个亿人民币啊 这个还需要偿还啊 所以二三天 你看这个爬过一个山头 估计还有一个山头啊 这个亚居乐 没亚居乐就有管中归报啊 亚居乐是这样 其他你你说很好 那是骗人的了 是吧 这个货不单行啊 4月1号啊 上海票据交易所披露了 威海冠军体育小镇啊 这就亚居乐啊 也是搞了一个一个合作项目啊 企业小镇啊 搞什么小镇 一大堆啊 都同质化 而且生意很差啊 你去到什么大陆 那些小镇的 还要几个月 我都不明白 我在日本看到那些什么什么 景区什么哇 人头涌动啊 那这个各种欢乐啊 中国搞很多什么小镇 这个什么这个当时呢 王剑宁也是个笑话啊 现在回头看 那搞什么清华池小镇 你这玩意是什么 搞清华池小镇 当然说对抗 这个王剑宁当时可牛逼了啊 搞掉迪士尼啊 这三年 这个什么五年之类啊 迪士尼这个靠面战啊 当时都是很牛啊 现在瘾都没有了啊 这个王老板 现在瘾都没有了啊 这个体育小镇的4513万票据预期 你看啊 这个4000多万啊 又预期了啊 又又还不起了啊 资金链又断捏了啊 潜在风险 不容忽视啊 而多元化业务啊 所谓多元化也不行啊 每个这个房地产公司都这么说的 多元化业务也是危机重重啊 就看到这个亚居乐旗下都是搞物业公司吗 所谓多元化就物业公司 这个亚居乐生活啊 财务报表显示呢 他应收账缓呢 也是增长大幅增长 其中45%来这一关联方 也也就是欠的钱啊 是什么呢 亚居乐欠的 亚居乐生活的钱 所以底下全部掏空 一样样的 也就是亚居乐已经掏空了 亚居乐生活的 别以为有什么任何独立 像一跌全部跌 这亚居乐生活 亚居乐一个卵 对吧 碧桂园跟碧桂园 什么物业一个卵样 什么恒大 恒大物业一个卵样 包括恒大汽车 全部就是都 他控制不住自己的 这个资金的挪用 或者他合理合法的挪用 你看现在应收账款 也就是 亚居乐服务 给亚居乐打了工 做了物业服务 但是亚居乐没给钱 所以 都是掏空底下 几个钱包 你看恒大汽车掏空 还指望恒大汽车 给恒大地产输血 你说这有的好吗 所以恒大汽车 恒大地产 你说两个 你谁指望谁呢 地产也不行 这些汽车也不行 这指望有个恒大集团 被告的 然后这集团也指望 最后反正就是没那么多钱烧 说到底中国的内需消费 也解决不了 你造出来 你真把车造出来了 不好卖 现在其他三傻 现在都危机重重 什么 未来 小鹏 恒大 也就让你造出来了 也不行 是吧 所以说现在这几条路都堵的 现在中国找不到方向 之前大家内卷 卷进去坐车 你看恒大也坐车 就 这些大集团 他需要有方向 这有时候 比我们看许家印也好 看很多官员 都需要一个错头 就需要一个概念 就搞政绩也是这样的 什么新能 你看现在张嘴 就各种书记 我们新能源 又是什么高新科技 他需要这个玩意 那有点意思 这个就搞起来了 你有什么新能源汽车 现在你说 中国搞什么 就不知道搞什么 这是还麻烦 你说中国现在搞什么 以前说搞新能源汽车 现在搞不了了 华为都不敢干了 我说的华为自己都砍 砍掉了 华为都干不下去 你开玩笑 军工就 挡起 拿这个 回来铺红地毯 然后就 专门抓两个加拿大人 把白人弄回来 你像华为都不敢干的事情 你恒大还能干 是吧 这就不可能了 所以没方向也很重要 所以现在多元化 多元化搞什么 军工 中国未来 听说是全搞军工 搞军工企业 所以 所以 值得注意的是 进入2023年以来 亚聚乐数据仍然没有回软 你看不单是 2022年不行 2023年这一季都也不行 数据显示一季度 预售总额 预售还没收到钱 有些是签 那个 合同交了5000块钱定金 他就算进去了 千万不要相信 他这个房地产公司 我都知道 他给你签 签个100 100多万的房子 或者几百万的房子 他交了5000块钱定金 他就马上就给你财务算 号称的包括万科也是这样的 他说他卖了几百个亿的房 里面收了定金 才收了几十万 每人交了5000块定金 所以当时恒大最难看 恒大当时怎么样 恒大当时让员工每人交过5000块定金 让员工拉人来买房 那实质上 也是 也是没有钱到位的 都是在做账 一季度预售金额168个亿 这个下跌 你看比二年还要下跌20% 所以你看二年业绩低迷 还可以用疫情来解释 二三年科学营来开门 嘿 你说这怎么说呢 二三年怎么还不行呢 所以一季度来看 这个预售额还是下跌 三月份暴跌 不要暴跌 对吧 42.5个亿 业绩一路下滑 股价下跌 你看这个房地产 你看有的高吗 现在我都想不通 怎么搞 我都想不通 我帮他想了很多法治 想不通 还有这港股方面 你看这个房地产 占了港股很大一部分比 你现在港股的金融中心 你是怎么搞 据统计 目前59家 59家港股公司 没有公布 没有能够公布 核素师同意的 2020年业绩 集体银牌 大面积集体银牌 上市公司 这是闹哪样呢 这个上述公告里面 港股当中 房地产公司数量最多 达到19家 消费行业其次 你看一个内需 一个房地产 内需其次 12家 搞内需的 所以 里面 你看他怎么说 你看这个金银的 除了金银不确定性以外 的关键核心团队辞职空缺 你看空缺 他就没请人 压根就没钱请人 你比如这个大发地产 这个公布了 3月17号为止 公司仍然在落实 委任新核素师 找 他不会找不到人 人是找不到 但他们不出钱 找核素师开玩笑 你要请人 对吧 他为什么不请人 他干脆就想吃 想退市 我就说很多 这59家公司就没想活 都在躺平 我当时我的那那融创 我早两年我就说了 他就主动退市 他压根不想活 为什么 上市来干嘛呢 包括恒大当时我说 一退肯定是永久先停 你看现在被我说准了 被我说准了 当时还都停几天 没事 他不想上市了 这些公司 上市来干嘛 他也融不到支 谁谁融得到支 这房地产公司 上市也没有人买 而且国家也不批 所以就出来 他干脆就退市 上市还要交上市的钱 我就不请核素师的 我就不核素了 我还省点钱 是不是 所以这现在很多企业 它是躺平 你让他干他也不干 我上市干嘛 他不让了 所以没得好 因为他态度就躺平的态度 他不想好了 知道吧 所以你不是说这么你 你细胞是想搞 有些小粉红物 毛想搞 中国经济 要恢复 企业家不想搞 核心人员都离任 你看 这个祥生控股集团 多个部门 关键团队近期辞职 人力不足 其实也不想出钱请员 这个都是空缺 汇井控股 核心管理人员离职 大家都离职了 不不干 不不想负责 只能赶紧卷铺盖走人 去年以来 不完全统计 家园国际控股 上智集团 汇井控股 上坤地产 大发地产 新民中国粤港澳控股 你看粤港澳大湾区 大家都无形了 康桥粤生活 全部都都不公布了 也就也就是这样 所以就 这里面其实显现出来 这香港金融中心吸引力在下降 上上这个香港中心来干嘛 这 结果我感觉现在细胞子跟马克龙 其实勾兑一下也没有卵用 毕竟细胞子要出钱勾兑 勾兑了半天 你马克龙说说两句有什么用的 其实除了打鸡血以外没有任何作用 你看这细胞子出钱 亲自拉皮条 亲自拉生意 拉了半天 我估计共产党也出了点钱 又就花了几百个亿 然后马克龙就花了两句 有什么用 最后不知道大家信心能回来 就也不能回来 所以估计这细胞子也是也是赔了夫人 肉质兵 就被忙 这就是你算计他 他算计你 算计了半天 那马克龙赚了点钱 他回去 回头你明天就跟你闹呗 你以为呢 如果这么好说话呢 也没有 把钱搞到 那回头的马克龙也不认识人了 所以你以为这有些 所以有时候细胞子也是很天真的 这消费类也不行 消费类里面 国美 你看国美正式退市了 正式退市 不干了 新焦点 预胜文化 克里斯丁做面包的 你看发布公告 公司也是 他说未能 其实是找个台阶下 他就不想公布了 然后集团出现流动 哎呀 早都各种停摆了 国美零售 近期出现资金问题 你看还有做面包的 做首饰的 内需一片惨的 所以从最新的 可是省计的这些包表 你看看都是不行 所以说除了 偶尔打几个鸡血 细胞子花几百个月 我看他也是白花 看着呗 细胞子花几百个月打了个鸡血 可以啊 你花几百个月 你说做台戏 这个前年马克龙过来秀两秀 你说可不可以 可以 秀了几百个月 也是白花钱 这个共产党就外汇储备 就少了几百个月 你信不信不信 就且看呗 细胞细胞 到最后他也是 他也是懵逼 他不是长久 这马克龙明天回去赚到钱 他搞定政绩 他一样转过身 就不理你细胞子 明天就这些白亚国家政客一样装逼 到时候就 哎呦 我们搞民主啊 你中国不民主啊 你这钱不到位 就就那个谭书记一样的 三天两头就说要输缘了 你这个这个钱不到位 是吧 中国不不给钱 马上就要输缘了 是吧 你看 只有这样 所以细胞 他就下搞 细胞底下根下搞 先说到这 所以今天你看一个港国 一个房地产 先说这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订阅分享 拜拜